榮英獎勵跟環境檢觀的問題 那我們也是把我們現在手頭上一些燙手善魚 今天還在討論 包括資產園、中正紀念堂跟靜華城 這個中正紀念堂 這以前是英文威權統治時代 所以旁邊會有限高 那現在說不要限高到底 可是也不能無限制放寬 所以到底要多高 我們只要一放手100億 這差100億 那到底這個放不放怎麼決定 對 所以第一部分來講這個榮基獎勵跟環境檢觀的問題 第二部分來講這個榮基移轉跟榮基殆監 事實上從前朝定的法律 是當時是多不條款三年 所以在今年的6月30號 就要啟動全面的這個榮基殆監 老白講齁 這個制度其實我們都也是舉期不定 事實上齁 當台北市長就發現 有些問題實在是幾十年累積下來 怎麼做都不對 環境保護人說這個違反這個 都市警官 可是你這個 對老百姓來講 我這個榮基就是把它蓋了 我把它住啊 我的記憶 可是你如果也是違反都市警官 那政府到底要怎麼做決定 再來齁 榮基移轉 這個到底 因為 因為有些古蹟你知道 我們又不能讓它改建 就是改建 就是不能拆掉重建 對不對 那就不要一個補上 榮基移轉 可是榮基移轉到底要移到哪裏 怎麼用 那再說 今天一個 重要提供榮基代監 對 理論上 這個榮基是 可以做一個 管制的工具 來有效引導都市發展 但是它也要健庫 環境品質跟社會公平正義 講喔 這個問題喔 前民進黨黨團去討論的時候 就被民進黨議員罵了一組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 如果從來一邊 我應該早一點 開始討論 因為這個6月30號 就榮基代監這件事情 6月30號就已經到齊了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做一個完整的 一個政策的論述 因為這不是只有前面的論述 它那裡有摩法出來還有執法 所以我們應該是把從摩法到執法 執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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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去 所以我們利用今天討論 大家聽完各方意見回去 希望在10天內 這個市政府最後的一個 抹法到執法到執法到執法到 執法到執法都執法到執法到執法裡 正套的代曆